除办养生村 3 2 1 养生食品记者会 仔细一看 白发苍苍的老板 不就是红旗创办人施正龙 怎么科技人跑来制药场合 原来心血管有问题的他 几度走过鬼门关 让他对养生特别有感 健康是需要保养要养生 除了饮食 运动 还有睡眠 当然我们老祖宗的这些汉荒 有养生的 这个长期调节你的生理系统 吃药开刀不如食补 长期爆肝的电子业 让施正龙除了运动之外 在饮食上也改成少油少盐 酒病呈良一一 让施正龙投资生机业 整个健康这个产业 实际上滋通性的厂商 面对未来的穿戴式 或者物联网 我称它为自联网方面 都会有很大的空间 从电子业角度切入生计 重视人才施正龙 找来生医化工电子业员工 大手笔投资生计公司 非典型的组合 也让外界见识 施正龙 独特眼光 三星委吴问成 余晨湖 吴凯中 台语商报导